好来看到天气了 辉别周末两天的好天气 周一开始晚间 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 全台气温是明显下滑 气温变化大 花冬有局部的阵雨 一直要到周四白天 气温是稍微的回升 周五到周末补班日 才会恢复稳定天气 要提醒民众了早晚冷 日夜温差大出门要穿着保暖 辉别上周末的好天气 这周周一晚上明显降温 受冷空气南下影响 十四日周二释阳情人节这天 全台冷嗖嗖 花莲最低温来到十四度 东半部有直步短暂雨 周四起才为天气好转 水气减少 我们可以看到温度蛮低的 在花莲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十四度的情形 然后整个高温 大概也就在十五六度一个情形 然后要到十六号以后 开始慢慢回升 十七十八十九开始 温度就会上升一点点 所以这一周的温度 在前半周就是一个 阴雨潮湿阴冷的情形 然后到后半下半周的时候 温度会比较上升 所以这一周要注意的就是 前半段我们要注意保暖 你如果要出去外面 庆祝情人节 约会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你的保暖 或是你要穿戴一些雨具的一个情形 然后在海面的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 路上有发布了一个强风特保 所以在海上的浪也比较高 所以如果在渔民朋友 或是有钓客要去钓鱼的时候 可能真的要注意上海上的状况 周五白天起至周日 冷空气减弱 气温回升 各地晴朗稳定 而周六补半日 东半部多云偶有局部短暂雨 提醒民众这几天出门 留意温差变化 穿着保暖 攜带雨具 记得蒋邦雁华林士报导